HELO 大家好,我是Hidy Hello 今天是一條試食片,主角是這兩盒 這盒是之前在IG story 大家都有興趣的 台灣假意時日的麻辣鴨血冬粉 人間有愛的支持者讓了兩盒給我 我就可以率先試食拍片給大家看 免得太悶了,只吃一個粉 所以這條片有另一個主角也是台灣的 但這個在香港買得到 就是在一間台灣牛肉麵店買的 就是一個勁口紅燒牛肉麵 這一盒冬粉其實蠻大和蠻有重量 不過裡面是一人份量 價錢大約60元左右 我知道最便宜當然是在台灣買 不然就在官網那裏 就約60元 要買8盒才可以免運費 這樣寄下來 如果各大的代購 其實都是約70元這個價格 我覺得都蠻貴的 而另外這一盒的牛肉麵就是... 多少錢? 好像是38元 那也蠻貴的 因為它看上去的尺寸是小一點的 但也一樣有重量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來看看裡面是有什麼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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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冬粉很少 超少 有驚喜 裡面就是有一包好像平時 好像外面買幾元的粉絲 但我不知道冬粉是不是粉絲 冬粉真的是粉絲 它純粹是把調理包放在滾水裡煮10分鐘 即是就這樣放進去 咦? 冬粉就煮兩三分鐘 接著群合起來就可以吃了 好 倒開你這個了 你自己開吧 不如你 好 我們看看這包裡面有什麼 首先有包麵 咦? 是薄身的麵 另外一包很大包應該是湯包 之後就有兩包醬 總共有四樣東西 對 這個調理包也一樣放在爐裡 加熱 之後麵就煮三至四分鐘 然後按個人口味就可以加入不同調味料 現在我們先去煮 這裡面有四塊鴨血 看上去是那些Q彈那類 而牛肉麵裡面超多牛肉 你看到它是很軟的 蚊子化那種 然後麵質就是這一種 好 我們不客氣了 我現在手上這個就是鴨血麻辣冬粉 而它手上這個就是紅燒牛肉麵 裡面其實是有兩包調味料的 但是我們想嘗試它本身的味道不夠 才考慮下不下 對呀 因為觀眾跟我說我這個麻辣鴨血都很辣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魚肉來喝 包裝 treats 聞下去 它是一種超級濃的麻味 是不太辣的 你這個呢 很厲害 你們四千萬不要說的話 我先試一下湯 這條片是考他的詞彙 他是一個詞窮的人 怎樣的 你可以喝醮的款 很清甜 不濃的味道 是比較清新的 你繼續說吧,不用理我 是嗎?我就是喝了一口湯 這個很淡 很淡嗎?我上次不是吃東西 不是,因為我放了這一包 你要不要試試? 試試吧 好,然後在這個時候試試這個 好辣嗎? 不是吃不到的嗎? 很糟糕的 怎樣? 嘩 真的蠻辣 怎樣? 嘩,好辣啊 很近口 對,就是吃完過兩秒的辣才出來 但它反而不是很麻 它聞起來的味道是麻的 但吃起來是一種很強烈的辣味 不是那種香辣的味道 就是很近喉嚨那種 很搶的辣味 我都加了那個醬 很辣啊? 加了完全不同味道 很辣啊,你繼續說吧 加了那些醬之後 變了濃味很多 真的不再是清新 會變了偏鹹油的麵 還有一些好像麻油的香味 嗯 是這個味道 嗯,那我覺得要加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覺得很鹹 不知道為什麼我吃完這個很辣呢? 然後我就覺得 現在這個很清甜 哈哈哈哈 那我再嘗試 加上辣漿了 給我們應該 好好試一下 好,我吃鴨血了 鴨血是有那種厚度 沒有彈性的樣子 嗯 嗯 很好吃啊? 嗯 是台灣那種鴨血 如果你很想念台灣的鴨血的話 那鴨血真的很好吃啊 嗯 牛肉方面它是牛腱 你看到中間已經是燜到透明 很軟的 而另外呢 還會有這些牛筋 在這裡送來的 又不是很辣呢? 我加了剛才那包 我想試一下 有一點辣 它又不同了味 是啊 我上次吃 就是沒有加到這個辣油 不是那種味 但我覺得就算不加辣油 也是好吃的 牛啊 好軟啊 它是那些入口即溶的牛腱 我上次試的時候 也挺有經驗的 但是如果你追求是一個 牛肉的質感 要有咬口的話 那它就不是那一回事 它是一進去 是沒有了肉的 所有質感 它是溶掉的 是燜到膠質的 你一放進去 就馬上溶掉 喂 你今天很像會 是嗎? 很棒啊 你可以試一下牛筋 還有麵 我忘了是牛筋 牛筋也是燜到軟 沒有 就是沒有 有一點點彈口 對 我記得是有一點點硬度 對 比起牛肉 牛筋就需要咬兩下 但是不是那些硬 而且是入味的 我記得就 是啊 牛肉和牛筋其實都會入味 那就試一下麵 麵呢 其實我就一般的 我覺得麵也沒什麼特別 這個麵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吸不到湯 對 所以就有一種 麵還麵 然後湯還湯的感覺 我自己本身就喜歡 一些掛湯的麵 不要理正宗不正宗 個人喜好 你不去試一下那個冬粉 好啊 你吃完我的 我只吃兩口而已 不是我吃一口而已 怎麼樣 粉絲都很爽味 粉絲 粉絲不是很彈嗎 是啊 它不是那些一邊煮 煮到軟軟到爛的粉絲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不錯 好啦 我們現在講完結論 講完這個麻辣鴨冬粉 其實呢 我真的覺得很貴 一兜成七十多元的話 即是你找代購 他們大約的價格 我找過大概是五十二至五十五 然後運費另計 一盒是要差不多二十元運費 所以七十多元 只有兩炷麵的話 我就覺得它本身是貴的 性價比就是一般的 但如果你當這個湯底 你再加東西下去煮的話 我覺得 就有一個價值在 對啦 它的鴨血真的很好吃 好啦 那我這個 台灣牛肉麵 吃一間台灣麵 連鎖店 對 有得買的 中環、尖沙咀、旺角 都有分店 三十八元一盒 那這個份量 OK啦 我覺得可以接受到 接受到 吃得飽人的 對 對 它的牛肉也挺高質的 我覺得 雖然不會說很重 牛肉味 但質感是OK的 如果你說很想吃 又不想外出的話 我覺得 是可以買回來吃的 對 但如果你網上買 它也是那些 菌綁式 一個組合 要買很多 才可以網上 如果我們買了 兩盒 這個 然後一個 肉醋拌麵 就要去分店買 肉醋拌麵 真的是一般一般 麵質很好 又是我喜歡吃的 醋麵 但肉醋和味道 就一般 那個就不太推介 但我覺得這個牛肉麵 可以推介大家 在家裡 不用整天吃 出錢一丁 吃不多拌麵 那些公仔麵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食物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我 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 下午三點六 是星期日的十二點 對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